现实、梦想和感悟 我是哈利 欢迎来到哈利wood 今天我想去采访一个我的好朋友 也是在洛杉矶影视圈非常不错 非常棒的一个制片人 producer他叫咪咪 然后他也有自己的公司 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 相对来说大家都停下来了 因为至少你是不可以在现场拍摄了 因为这个居家令的原因 所以的话现在我就想去了解一下 咪咪这三个月他在干什么 来我们打给他 咪咪那个非常感谢你抽时间 那个来接受我的第一次的采访 我这第一次采访 然后您就愿意帮我 非常感谢 然后抽时间 我知道大家其实都挺忙的 你也是个大忙人 然后还有个孩子 所以的话非常感谢 所以的话非常感谢 我也很有幸运 谢谢哈利老师 那那个我就我们直入话题了 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 您是秘密在那个好莱坞这边 有个公司叫 IMC Film Production 对吧 然后您也是那个做producer 是做了很专业 做了很久 然后我觉得是蛮有成就的 我值得我们学习 所以 我也很学习的路上 然后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都遭遇了 就是特别困难的时期 全世界都是一样 然后特别是影视界的话 我觉得影响就更加大了 因为我们所有的工作 基本上都是群体的工作 团队的工作 人与人接触 包括特别密集的 对吧 嗯 所以的话 这个您也是身处在好莱坞 所以我想问第一个大一点的问题 就是这个疫情对好莱坞的影响有多大呢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我觉得它整个就已经 shut down了 基本上所有的production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6月12号的时候 我们到所有的TV 或者是reality show 所有的就是电影产业 又重新正式开始复工了 然后这是为什么 我们选择了13号 作为我们的 好太好了 所以就是有正式的那个通知 就是12号可以开始 回复拍摄啊 production都可以开始了 是吗 对是的 刚刚是上周五的时候 接到的正式的通知 然后说到 我们所有的影视行业 可以开始重新营业 那这个通知是那个 是州政府 市政府吗 还是说哪个部门呢 是州政府 整个加州都可以 开始正式的拍摄 那太好了太好了 那我这个采访也是挺及时的 要是过了12号的话 可能意义没那么大 我觉得就刚好是 其实我们就一个转折点嘛 那这三个月来我们是 我记得是3月19号开始 shut down 然后开始 呃 居家令开始 对吧 然后到现在6月 6月中了快 所以差不多三个月 那我想这三个月 你在做了些什么 嗯 这三个月的话 首先就是我们2月底到3月初 一共有一部网剧 然后一个纪录片 还有两支广告 然后是在疫情 疫情开始之前 就是我们最后一支片子 应该是在3月7号的时候 拍摄完成 然后我们用了后面的这几个月 做了所有的资产整理 然后还有剪辑工作 后期工作的跟进 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 这个疫情 一直到上个月底 我们才算是大概完成了 我们后期的整个剪辑 当然前期的话 也就是我们现在 即将要进行的这个项目 我们也是进行了 很多的前期工作 但这个项目本身 也是要在3月份进行的 但是由于疫情的影响 所以我们把它 然后到了 我们把它然后到了6月份 所以对你来说是特别恰好的 就是不能这么说 这个就是对你来说 就是你运气特别好 就影响对之前的那个项目 刚刚好结束 然后要进入后期 那后期的话是完全可以在 在这种居家的情况下 对对在家里做的 那就然后新的项目 本来也要前期的准备 但不过事实上 你本来是打算 3月份拍新的项目的嘛 说明那你的前期 是已经在3月份之前 就基本已经做好了 3月份可以开 那这个受了一些影响 延后了一些 对是的 这个项目我们2月份 已经进行了三次的视拍 因为有很多安全因素的影响 包括这项目整体是一个广告项目 然后我们会在空中作业 是在跳伞的过程中 完成一个机器的组装 然后这个跳伞只有 十大五千米的高空 然后进行一个团体的合作 然后也很荣幸我们的空中作业组 就是我们谍中谍 和我们的那个哥斯拉的摄影团队 哇大制作 不是大制作 我们很多的客户都是由中国武汉 会过来的 哦是吗 但是由于我们武汉封城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及时过来 然后我们就在远程协调的过程中 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式 就是我们会用Zoom的方式 然后去录屏到我们的监视器 然后导演就能够做实时的一个监看 当然这个技术也是在我们的实验过程中 具体的实时可能还会经过不断的实践 然后做一个完善 那这个挺有意思的 也就是说导演在国内 然后拍摄演员 什么那个就说剧组的其他 除了演员 导演之外都在这边 所以他就来监控 他来看 是除了我们美方团队 其实所有的团队都是在国内 包括导演 包括摄影 包括所有的客户 还有我们的商家 他们都可以在线上实时观看到 我们每一台机器的拍摄屏幕 所呈现的一个感觉 就像我们的现场 太厉害了 那个希望你们那个磨合成功 然后那个也刚好 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下一个问题要问的 就是说啊 在这段时间 你是不是会做了一些改变啊 一些调整 或者说一些新的尝试 那你还真的是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这三个月 你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的感觉 其实这三个月当中 也会做自己的一个完善 因为之前很多网站上啊 或者说是我们自己的频道线上 还有芯片厂 都没有得到一个我们项目的即时更新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更新了很多我们之前上线过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展示的作品 所以还有就是YouTube 是吧 做了一个自我的调整 还有那个你们的YouTube频道 Channel也是 好像最近你也是在不断的上传一些作品 对这个是我们之前的和张亮颖合作的一个旅行纪录片 然后是关于订阅的 我们走了美国很多个比较著名的城市 当然也很感谢美国国家旅游局提供的这个路线图指导 和美国国家旅游局的一个帮助 然后他们给我们开了很多旅灯 包括我们有封掉帝国大厦 大都市博物馆 包括在Las Vegas的时候 Blaju酒店给我们的赞助 他们把整个的音乐喷泉给我们提开了一个 我们专业拍摄的地方 然后我们自主选歌 然后他们可以根据我们选的歌曲 给我们放音乐喷沉的配乐 太酷了 那个张亮颖的那个音乐片的话 我开始是在美国的国家旅游局的公众号上看到的 当时我不知道这个是你们拍的 后来我才看到你发出来 我才知道是你们做的 很棒 谢谢 那 好 还有就是 那咱们也关心一下其他的那个 Filmmaker吧 因为你接触的特别多 那 当然就是有一些可能也像你那样 就是有一些后期的工作 或者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他们可以做 那如果是一些倾向于一些现场的一些 onset的一些工作 那比如说有些灯光的话 他可能不太做不太需要做前期的一些工作 那他主要是onset 那例如这一类的工作 他他们这三个月在干嘛呢 你有了解吗 其实我觉得美国的社会保障做的特别好 就否则除了就是一些我们很有名的一些 Gaffer 他们会接受到各个方面的一个资金赞助 然后资金扶持 这些所有的资料我们都可以从网站 一个网站叫 Film LA 然后他们有各个 比如说派拉蒙啊 索尼啊 他们都会给我们这些filmmaker 做一个经济上的援助 然后政府方面呢 由于我们拍摄不能够正常进行 政府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失业补助 所以这些就会为他们去提供一个很好的生存环境 不至于让他们说 嗯 失业 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嗯 哦 你刚才说那个那个失业的 我知道失业的补助 我知道啊 那您说那个 呃 像派拉蒙啊 这些大的制作公司 那些发行公司 他们也会在资助吗 那他们是通过什么形式怎么做呢 他们是 呃 我不能说全部 因为我可能了解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据我所知 很多的社会人士都会 做一个 呃 社会援助 或者说是 资助的行为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捐款 然后 所有的电影人可以通过线上申请 然后申请到这一笔资金作为补助 呃 呃 呃 所以他们 呃 属于是那种慈善 就是说 呃 捐助方面的 呃 一些援助了 对吧 对 是的 呃 那特别好 呃 我还以为那个 就是说 呃 咱们 国内不是都 各个都去摆地摊了吗 那我们美国还 又没机会摆地摊 可能还摆不了 那我真的还为这些 filmmaker 感到有些担心了 特别是有些那个学生啊 他们也上不了课了 有又回不了国 那也是特别难的 嗯 然后 哦 我还听到有一个 Nepha的 朋友学生 他本来是也是在三月底要拍他的 那个毕业作品 然后结果也拍不了嘛 那拍不了 最后还是毕业了 就不用拍了 这样子其实省了很大一笔费用 但我心中我觉得 嗯 弊端就是他少了一次这样子锻炼的机会 是是是 因为 我觉得毕业作品对于我们的 最大的意义 并不是说 钱 给我们老师交一个答卷 而是 他真的会有这样子的一群人 他不顾一个经济利益 嗯 纯粹是为了梦想 纯粹是为了友谊 对 帮助你 你所有的同学 你所有的老师 嗯 他们都是倾尽自己的一个资源 然后用心专注的做一个纯粹的作品 嗯 当你进入社会了之后 就会有很多经济利益 包括社会价值 还有很多各个方面的复杂因素影响 对 会就变得不是那么的纯粹 是毕业作品可以说是你最自由的一个 一个发挥了 就是你可以不受很多限制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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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行 那我们先挂掉然后再打过来 你好了你就打给我 下面要问的是关于演员方面的一些那个问题 因为我这个频道的话将来 因为我现在是刚刚开始 但我大概设定就是说面希望广一些 就普通的人也可以看 因为他们其实我觉得踹槐梦想的人特别多 就特别是想要演一下 有演员的梦想的人特别多 但是可能这些人虽然住在这个洛杉矶里好莱坞那么近 但是可能他们未必有那么多渠道或者消息 能得到去演戏的机会 特别是我们有些华人他英文并不好 那他根本就接触不到好莱坞方面的一些 一些演员的一些那个什么casting什么 那您之前我们也合作过 我也给你推荐过一些群演 因为确实是很多人想演 所以的话我就想那个通过你这边 那个采访你的话 跟他们讲一下 就说通常比如说我们不讲那些什么专业的演员 我们讲普通的演员 就说一些就群演之类的 或者说能说一两句台词的 那通常你们对这些演员有什么要求吗 其实我觉得一个演员这种职业 他除了自己努力还有很大部分 真的就是天土 然后我觉得民间也有很多很多的人才 这个是真的特别无庸置疑的 然后我们每次选演员的话 其实华人演员我们主要还是通过微信群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专业演员的话 我们可以从几个网站 比如说第一个是backstage 第二个是la casting 然后还有就是hallow casting 就是作为我经常用到的主要的选角网站 然后当然我们自己会做一些casting的海报 然后就拜托像海力老师啊 或者周围所有的朋友 然后可以reaching out到我们的华人群体 然后让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然后能够给我们一个回复 给我们一个反馈说 OK我们其实也是愿意参与的 这个是我们选角的几个主要的方式 难找吗? 其实很难找 因为在美国本身 华人并不是很多 然后做一个信心的 不能说华人在好莱坞这个产业很信心 但是我觉得华人还是在电影产业 不是很多的人 然后再分布到各个的department 就会更少了 是 所以你说还不是很好找 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其实好多人想想演 所以 所以这两者之间 其实就缺少一个桥梁 对吧 缺少一个好的一个 一个媒介 所以我就想 对他们和咱们有些帮助 我们有时候也在找 那慢慢的话 大家都知道了 什么 什么 就说 就说 在自己本身要做一些什么 准备工作 然后将来有什么渠道去了解 然后怎么样去面试 怎么样去演 这样的话 让他们了解更多的话 我觉得将来就会更容易 对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然后 很好 觉得 海里老师真的是很感谢您 作为这样的一个平台 然后能够对接到需求方和一个真正有兴趣来 其实还是兴趣更大一些吧 对 会变得更大 对对对 我希望就是说有一些用处 那我问一些具体的问题 那 就是 就说 那个 是不是 一定要有表演的经验呢 还是说 相貌的要求呢 还是说 其实 各种都需要 嗯 我觉得 嗯 关于相貌这个 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演员我们都会需要 因为 一个剧本 一个故事 本身就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物去塑造 对 所以其实外貌并不会成为 我们 选角的一个因素 反而也许 你的 其貌不一样 会成为你的 你的一个选角优势 对对 然后 关于 经验方面的话 嗯 这个就 有 不同的两个方向的说法 第一个是 嗯 就像王宝强老师 我觉得 他 不是表演专业的 但是 他现在在电影行业也是风生水起 就是因为他的朴素 以及他的人物刚好能够贴合这一类的角色需要 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 嗯 后天的努力培训 后天的学习 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嗯 但是先天的天赋 嗯 你自身的条件 也会成为 你得到这个角色的一个很重要的 考量因素 嗯 所以我 我现在感觉最重要的就是有机会就去试 就去参与 对吧 对 所以 OK 那将来你 其实不论是你 嗯 因为我觉得其实不论是演员还是导演 在你们互相磨合的过程中 你们都会积累更多的经验 嗯 对的 是的 好啊 那将来你这边有任何的那个演员的需要 你就尽管告诉我 到时候我也会通过视频的方式告诉大家 哎 我们现在有什么项目 有什么片子要拍 需要找什么人 我 我们就直接在视频上就告他 然后甚至给一些提示 这个演员 其实他 嗯 他 就是帮他一起研究一下这个角色也可以啊 对吧 嗯 然后甚至我 你有空的时候 我就直接也像这样采访你 或者有将来方便了 我请你到我这里来 你就直接来讲 我要找什么样的人 我需要什么样的 这样的话 比一段文字的介绍 我觉得要更详细一些 这样一听 哎 知道哎 导演制片人在找这样的人 哎 我感觉就差不多 那我可以去这样 也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 其实我们之前 找演员也尝试过 找了几十个 可能 呃 有时候真的还不合适 并不是说他们不好 因为你 确实是有特定的设定 你人物需要这样的人 我可能 刚好是这样的 没有来 不知道 对 嗯 但是我觉得通过视频这个方式 也是一个很好的 向大家传递消息 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那个 这个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帮助吧 我觉得要不然大家不会想那么多 啊干嘛要视频啊 其实我我我这个频道想的特别久 我想了大概有一年多两年的时间 我一直在想怎么做 一直在想这个形式啊 然后题材啊表现方式啊怎么拍啊 然后包括这次采访 哦之前我在没有疫情之前 我就在想哦采访 那我们需要一个好的沙发 呃坐在那 然后环境要好一点怎么怎么 想的特别多 其实后来我觉得这些形式都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还是主题就内容 内容 对对 就算你的内容是别人想看的 那你慢慢去改善那些 呃画面的其他方面吧 我觉得可以 那些是可以后面来添加的 对是 我觉得还是好的内容 会称奇 就像好的剧本会称奇整个 是是是 电影或者电视剧 对对对 啊好 那咪咪非常感谢你 呃我们今天就到这 也不想耽误你太多时间 然后把一些话题留在以后再聊 因为我我想后面肯定很多方面 会找到你来问 因为你在这边经验也比较丰富 然后各种吧 我会想到很多问题来问你 谢谢哈利老师 给我这个机会 跟大家一起分享 感谢感谢 好的 好 好 那拜拜啦 哈利老师拜拜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